好 這個剛剛我們講到很具體的東西 不過接下來林老師講的就很形而上了 我們人會有堅持或執念 據說跟前世今生有關 是 跟前世 如果你 你譬如說 我可能就是被蛇咬到 這輩子看到草神 你都會很討厭 就開始一個莫名的反應 我有一個科部 那個一位老師 他功夫了得 那個學生要來拜師 他是看什麼 他看你穿什麼 那個後來我們注意到 如果你是穿紅的 他一定不會收 那為什麼 後來我們就問他 老師不錯 你怎麼收的 意思說 有的比較阿薩布魯 你也在收 這款的 真讚 這講人品 人品也好 謙虛也謙虛嘛 一表人才你都看不上 因為我前世是穿紅衣服自殺 所以我一看到紅衣服 我就想起我那一幕 所以這個有時候人的禁忌 就是變成了一個莫名的禁忌 因為禁忌就不用解釋嘛 你很多人的禁忌是不用解釋 因為禁忌不用解釋嘛 你去問某個人就是說 有時候媳婦跟那個嫁過去跟那個婆婆 總覺得講了一句話不合 那些朋友從南部來嘛 這個宜蘭 叫了宜蘭 那我就跟黃宥嘉醫師講 那是唱輩子的事情 跟婆婆說 唱輩子的事情 對不對 他第一餐吃飯 那說媽媽來吃白飯 吃白飯 在南部很正常 白飯 不是 而且他是外省學到了台語 已經不錯了 吃白飯 那個媳婦 完蛋了 那個婆婆就開始對他 就是覺得這個媳婦來是敗家 為什麼 因為依然西洋道 叫做吃白飯 吃飯就好了 那就吃白飯 對對對 所以就因為他 所以他好多年 都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婆婆 一直一直在干擾他 原來他就是講錯那句話 那婆婆就不說了 就跟她說 我帶這個媳婦來 第一次就叫我吃白飯 可是可是這個婆婆比較好的做法 應該跟媳婦講 說這個我們沒有這樣說 我們六天人沒有說 種的威兒就不會這樣 那個媳婦 那個婆婆 如果開朗 就不會有怪她了 因為會跟她糾正說 我們這裡說吃飯就好了 不要吃白飯 對啊 是啊 是啊 那如果再惹了 飯面上還插一聲豬 對 怕死人 你說什麼 江澤民是怎樣 江澤民是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 他以前在上海當這個文化的局長 他跟江澤民那時候市長很熟 結果有些朋友就說 怎麼奇怪 因為中共你要升官 總是來見長官嘛 長官以後怎麼有些人也是很奇怪 怎麼該升的怎麼都沒升 然後沒有升的升 大家都在猜什麼 後來這個朋友 他其實很瞭解江澤民 他說你只要來那個水喝三口之上 他一定不會用你 水喝三口 不會用你 一口喝完也不會用你 因為我姓江 三點水 你喝三口 你不是把我吃了嗎 我一口喝水 我是折 那個一口喝了 我也掛了 所以你只要 他在看你喝水 他沒有在看你講話 他看你 你喝水是怎麼喝 然後你生效最好不要屬蛇 屬蛇被我知道 因為他自己認為他是蛤蟆轉式 蛤蟆金轉式 所以你看那個豬江在祈福的時候 那個大的 他做了一支大的吹氣 他自己像和平鴨一樣的蛤蟆 在那邊幫他祈福 他自己都信 蛤蟆是中錢 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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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中錢 加錢 他認為他是賺錢的 那個 所以你看他那個 相片裡面欄杆 他抓欄杆是這樣抓 我們會這樣抓嗎 我們抓欄杆是這樣抓 對不對 你說誰抓欄杆這樣抓 江澤民 你去看一看照片 真的喔 所以中共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個蛤蟆金轉式 所以對他來講 他也信這個 很怕蛇囉 就都喘嚇到 習近平屬蛇 所以你一生都怕了 不一定 你可以逼就在看 因為我正常的 我知道牠抓牠 牠抓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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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在陽明山租了一個房子 結果那是沙茂山底下 那個毒蛇試驗所在附近 日本人回去把蛇放 我去住呢 一個冬天要抓二十二條蛇 那是冬天 冬天 入侵到你的範圍 你才抓牠 二十二倍 那林老師 聽說你有 你有沒有很堅持 很後悔的事情 有 也沒有 也是堅持 但我有 我有三十三歲那一年 是走那個桃花運 然後呢 走桃花運 然後這個歷經了很多堅持 但是有沒有後悔是 後來人家說你應該後悔 我第一個是我的一個這個日本的教授 他 教日本 教日本語的教授 他的女兒在東武當講師 他問我說 他說他是一家一家中學的董事長 他只是教他疑念而已 他一直要做他們女兒叫我 那個教授 要把這個交授 我說我娶婆 他說這可以離婚啊 說得有道理啊 對啊 他說離婚換多少錢 我就出會去給你 對你這麼大語 看重這個 我說三十三 那個是能量 就是說你走桃花運嘛 好啦 那你當然會拒絕嘛 因為你已經娶老婆了 而且你怎麼可能去答應他這個事情 好 後來又有一個是 以前在廣告那個 我先不要講那個藥民的 那個老闆娘 那他女兒就是喜歡你 然後他就來跟你談 講一樣的話 說你要不要娶我女兒 我說我已經結婚了 然後他就講說可以離婚啊 怎麼會是同樣一個詞 這讓他看誰人會對你這麼感受 所以我說那叫桃花運嘛 不是在看 已經不是在看你人 是那個能量在打 打到你這樣子 林老師 我打叉笑 請問一下 為什麼有一些人像五十歲的 都沒有桃花運 是為什麼 因為你的能量沒出來 其實桃花運 一在運 運氣嘛 就是說那個運是因為氣 所以我們的宇宙第一端能量是能量 他並不是什麼像 什麼條件 是到我們這邊物質的世界才說 條件是什麼 我們在這裡變條件了 可是在那邊是你的運氣 運 運的上面還有氣 就是說命都已經形成了 在我們物質世界叫命嘛 命就好像有火 那個我看到煙嘛 就跡象而已嘛 所以你的命其實是跡象 你再來就是運 運就是等於 等於在中間的那一段 在冬天的那一段 在天上的那一段 叫能量嘛 所以運氣 就是命運氣 所以你的氣走到哪裡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有沒有覺得奇怪 當時怎麼會痠你 但是當時就有那種感覺 對不對 那個就是氣的問題 那時候那個女孩子這樣 人都想要給你 結果你沒痠 那個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三劫三爛嘛 人 還是一刻 那你當然就第二個就拒絕嘛 他媽媽又說 不然你帶小孩 你只要聽人 你說你不能解決 那就那看多少錢我就賠嘛 所以到第 這是拒絕了嘛 到第三個 日本的那個眾議院院長 姻太太帶他們女兒來台灣訪問 那因為我去接待嘛 因為那時候在日本也就所當助教 他跟我那個所長是以前年輕 姻老師當時是文化大學日文所的助教 就帶著他 他進來看我畫了一幅 那個寒山石德的畫 那個議長的太太就說 這幅畫誰畫的 我說我畫的 他說能不能送我 我說OK 他可能在測試你 就是說你大不大方 怎麼樣 那他日本人他是很 非常在備份的 因為我們那個所長 以前是駐日 跟福田丘夫是結拜 日本首相 所以他的在日本的那個 每日新聞都還包括他頭條新聞 所以他在日本的那個備份算高 所以現在議長的女兒 也是要叫你 他就叫我說就已經要了嘛 要以後他的女兒 他說你帶去陽明山 幫我導覽一下 我就帶他去 帶他去 回到後 他問他女兒說 你有介意嗎 女兒說OK 你結婚了 我說我結婚 他說 他跟我講說 那個議長 太太說你騙我 我怎麼騙你呢 日本人你騙他是很嚴重的事 他說你的老師 就是我們的所長 說你沒結婚 我說我的媽 我闖了一個禍 因為那時候學生常常流行一句話 就是說今天沒有娶老婆 有沒有 有一陣子 就說今天沒娶老婆 今天要娶老婆 那那個議長的夫人問我的老師 問說他今天他娶老婆了沒 因為他準備要跟我講 我們院長 我們所長 我們所長 他就用這一句 後來就他說 那個你如果娶的話 可以離婚 你是歷史的罪人 不然臺日就建交了 對 他還說小林 眼鏡的別墅在東京的要送給你 娶老婆 娶老婆